Hello 大家好 我是Howard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Kafka Broker 的原始碼部分 簡單看一下 關於我的話呢 我是目前在Beatle Pro Crypto Exchange 當Backend Engineer的部分 我們Tim主要是用Golan 我個人是對Golan, Rust, Java 3的都蠻有興趣的 我實際上還蠻喜歡學習還有Coding的 這邊是我的Linking 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初步認識一下Kafka Kafka的話就是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Message System 所以可以處理高流量的問題 然後就是全世界有100強公司 然後有80%都用它 然後就處理一些不管是Data 或者說是MQ之類的問題 然後它的特徵是什麼呢 就是它就可以做一些消風和解偶核的部分 消風就是說當我們的流量過多的時候 Kafka可以做一個Message Queue 去逐步的削減它的流量 尖峰流量部分 然後解偶核的部分 就是譬如說像是Micro Service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component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在這些不同的component之間 然後去做一些就是推送 就是用Producer還有Consumer部分 然後去處理這些偶核部分 然後那至於為什麼今天要講Kafka呢 因為最重要就是 當然就是遇到了問題了 當然就是要想辦法去解決 那我們的話呢就是在Kafka的BrokerLog 有發現就是在今年4月多的時候 有發現一些問題 就說欸奇怪為什麼好像 只是Kafka升版了 然後居然發現它有一個什麼 Invalid timestamp error之類的 然後它的情況是當我們Broker的CPU 某一台然後標到100% 然後就可能一段時間後 然後它就是重啟之後也沒有效 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查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欸我去看一下Kafka的BrokerLog 然後對照一下它的SourceCode 有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最後發現是 好 結果不是KafkaBroker本身問題 不過呢 我也因為看了這些SourceCode 去了解說說 欸原來我們有很多 就是Broker裡面有很多設計 是可以跟我們在設計一些系統 還有抽象化概念的時候 去學習思考的 那至於先稍微提一下 因為在做的話 應該很多人都有用過Kafka 或是想學習相關類型的知識 所以我們遇到之前的問題是 呃 就是 譬如說我們有三台Kafka 然後三台KafkaBroker 然後 它在Production的時候 就是有其中一台 然後CPU標到100% 然後看Grafana就找不到問題 那實際上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 Log4J2 的版本 跟JDK11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Bug 就是他們當他們 就是 譬如說 Broker重啟之後 不管是任何Path 或Kafka的 之類的 然後只要重啟之後 然後過了大概7到10天 它CPU就會飆到100% 然後 就會出現 然後 Kafka的話 可能就會 因為它的 裡面很多的request都是用Pool做的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 就是 它 就是等於說是 會有那個 Embedded Timestamp Error 因為就是 它都在Select Queue裡面 就送不出去 好 那 先 先請提要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我們去看一下 Kafka它其實有很多個 Broker裡面有很多個 component 那我們要怎麼去 看 看說 那它的request進來的時候 是怎麼被處理的呢 那首先的話 我 我 個人原本是想 先從 Kafka APIs 就是它的一些broker的一些請求 它會發送到Kafka APIs裡面 然後 接下來去一步一步往下追 但後來發現呢 其實 如果我們從 里程 往外看的話 其實可能會更加清楚一點 因為Kafka 因為我稍微看了一下 那個Kafka Broker這邊的log 發現 它其實精髓在於說 log的部分 還有controller的一些抽象 還有server的一些設計部分 然後後面都只是說 在request的時候 去 可能 送一個pool 然後去 就是 去處理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馬上來看 logSystem的部分 那logSystem的話 它其實 在 index部分 設計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因為 它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抽象 就是它把 那個 index的部分 它有可能很多種 譬如說 time index 或是說 offset index 然後做一個抽象 它就把 所有的 index的部分 搭出來 然後 它的index的部分 是用 那個 Linux的 底層的 那個 Distan code MMAP的部分 它就是等於說 是用 記憶體去 映射到 filesystem裡面 然後做一個 就是 paging cache的部分 然後它在 查找的時候 則是使用 binary search 還有 paging cache 就是它在 paging cache的部分 還有提供一個 屬於 Kavca 它自己 因為它預想到說 可能 最後的 就是 比如說 paging cache的最後 最後幾層 就是最後幾個 paging 它是最容易被 使用到 所以就做一個 wornbuffer的部分 好 以下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講 這是 abstract index的部分 然後 它就是 offset time transaction lazy的部分 都有 都有用到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 entry size的部分 然後 它就是有一個 設計一個 mmap的 buffer的結構 然後 這個mmap呢 就是 如剛剛所提的就是說 它 針對一個 硬體裡面的 就是file file的部分 然後去 映射到它實際上 的memory 所以 當我們使用了 linux底層的 syscode 的時候 就可以從這個paging cache裡面 直接拿到 這個file sysc file裡面的東西 這也是 Kavka很厲害的地方 喔 這邊 我打錯 不過沒關係 就是 它還有做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 因為我們 Kavka的log 都是 它的檔案名稱 都是 LongType 如果說我們要用這個 LongType去查走這個文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8byte 再加上那個檔名 然後檔案的位置就變成12byte 那 Kavka他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很巧妙用了一個相對位移的部分 就是他有一個絕對的 絕對值 然後 然後他會針對這個當下的那個 offset去 就是跟他的那個 實際的那個 offset的 就是 relative的 值 然後去判斷說 就是 他可以用 根據 就是假設他的基準點的位置 的相對位移 變成說 4byte加4byte的方式 然後來取得他的文件位置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記憶體的空間 因為MLEP他是用memory去映射的 然後他在 我們在平常在appendLog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 像MMAP 然後Input 然後 在那邊去轉 轉成一個 relative offset的部分 然後 在 如前面所述 像 他裡面的 log 寫入之後 那我們查找的方式 就會有一個 就會用 BinarySearch去查找 然後 他會根據他的 上下鍵 然後還有一個 WarmEntrySize 來決定說 他現在要查的 是不是在Warm的區域 如果是的話 他就可以很快的查到 那是最近寫入的log 好 那如果說 那個 index的部分解決的話 那就是 回到說 我們 平常在卡牌裡面 常看到就是 unified log 他這個其實就是很多的 譬如說 request的時候進來的 然後我們 統一 server會印的log 就是這個 他其實是統整的 那個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index logindex的部分 然後他把它整理進來 然後他就是有這個 staroffset 然後就是可以從這些 offset的index裡面去判斷說 他是 他的那個 log的 retention truncation 和recovery的部分 他就會很快的查找到 然後他可以去 就是去看說 就是他把很多 就是 那個是log需要註記的部分 全部都 注入進來 然後他就是有 用這些yamr的部分 metric 然後還有 pageincache 然後這個是 那個leader的部分 還有 接下來 還有就是 他是用 他是哪一個 就是producer manager 的 注入進來的 他就會去印這些log出來 好 然後 有了這些log之後呢 那我們在 那我們就是log的部分 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是 可能partition部分 partition部分 就是 他 我會分為 就是 make follower help 那個 make leader的部分 然後去做一個 比較 強勁的分析 然後他這個 make follower help make leader 他都會被 就是 就是 那個 manager的 就是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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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 這個部分 我們先看partition的時候 我們會先去看說 這個 時間 是不是可以被使用 就是他的 Pole Leader Epoch是不是合理的,然後他去update他的ISR的狀態 然後update完之後呢,他就會去看說 好,那如果他是Follower,那新的Leader Epoch是多少 然後再把他寫入 這個Follower的部分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Leader的話呢,他們其實都是在一個寫索裡面的 然後Covka其實還蠻貼心的,就是他在很多這些用到寫索的文檔裡面 他都有註明說,你不可以在外面再掏一個索 然後就是避免RaceCondition的狀況,這是順帶一提的 然後現在MegLeader的話,他就會比較複雜 因為他會需要去更新他ISR的狀態,就說他是Leader了 然後他是,然後他不在那個就是Recover的Stating Machine的過程當中 然後,再接下來的話就是,如果在選Leader的時候遇到任何問題 他會丟一個Error,就是丟給ZooKeeper 然後就是說,好,那Leader選舉不成功,那就請ZooKeeper來處理 然後如果成功完之後,如果說真的成功的話 那他就把這個,他現在的Broker去寫到說他的那個,就是Leader的Replica裡面去 然後再看說,好,那現在他這個Leader,他的那個水位 Water,HighWaterMark到哪邊了? 然後就去同步他的ISR的那個狀態 好,那前面說的部分其實包含在於說,LogSubsystem 還有說,ReplicaReplicationSubsystem部分 那我們了解了說Log還有Replica這邊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去探討說,那他的API Server是怎麼來的? 那他的Network是怎麼請求? 然後他這邊又一個RequestChannel,這些是怎麼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詳細看一下 就是,像現在在我們看說,ControllerChannelContest部分 這個其實是Covcar它本身的一個抽象的精髓 它在於說,就是,它就是那些,就是,Broker的一些調度啊 或是說,Replica的一些調度的時候 他都會去把它抽象化出來 就像是,如果說我們要去刪除Topic或是ReplicaReassignment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先判斷說,是不是這個Topic正在刪除中 但是在刪除中,當然就不能再繼續往下 所以他就會丟一個Error出去 然後,就不讓他做這件事 然後,像是,如果說是,判斷說,這Contest裡面可以判斷說 它是不是Broker的ID還有它的App是多少 然後去看,然後去看說,好,那現在這個Topic是不是有在那個刪除的Cue當中 然後,還有判斷說,這個現在就是這個Replica是不是在Online的狀態 Replica其實它,我後面會再補充一下 就是它其實有一些State Machine的部分 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然後,Replica的資料也可以判斷說 是在存在哪個Controller當中 就是根據這些Contest 因為這些Contest的部分 在它Request的時候 都會去用這個Contest去判斷裡面內容 因為我們所有的Cover裡面所有的Request 都會繼承這個介面的部分 好,那剛剛提到的那個Replica一些狀態的話 就是卡夫卡的Source Code裡面有非常詳盡的說明 但這個文字其實比較難形容 所以我就參考了一下 就是有些人有人整理的圖 它是一個蠻神奇的,應該說是蠻詳盡的狀態 考慮蠻詳盡的,就是它會有一個 好,就是新的New Replica狀態 然後它的Sleep Machine 是有可能會被轉到Off-Line的 那如果它Off-Line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思考說 好,那Off-Line的是 卡夫卡就會判斷說 是不是要刪除呢? 好,就是開始刪除 開始刪除完 然後它有可能判斷 好,刪除失敗 刪除失敗 它就是定做處理 那如果刪除成功的話 然後它就會去轉說 好,刪除成功的狀態 它等於說是有 因為我們平常做很多處理都是可能 Two-Face 它這邊等於說是把它切了三個 State Machine 的狀態 刪除的部分 所以的話,就是在這部分的話 它其實做的是非常嚴謹的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會去看說 就是卡夫卡它的 Server 因為我們講完了就是 剛剛它Request的時候 可能用了Contest部分 那我們實際上 它在卡夫卡的Server起來的時候 它會注入哪些部分呢? 它其實是會注入這些Config啊 應該說它Initial的時候 然後這邊Initial的部分 我稍微額外提一下 它也是用一個 就是原本我們可能起Server的時候 Config想說 讀進來就沒事嘛 可是卡夫卡它其實蠻巧妙 就是它在讀Config的時候 它還會去騎一個Walker 就是它會專門處理說 好,有沒有新的Config的變動進來 因為像我們可以在卡夫卡APS裡面去看到說 好,我們其實有些Config是可以被Dynamic的置換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只要送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去判就是 Config這邊會有可能可以Dynamic的變動 然後再補充一下就是 這邊一二三點就是 它可能壓就是YAML的部分也可以 Metri的部分也可以 就是即時我們去Listen更新 然後它的一些 所有的Request都是可能一個Schedule的部分 然後它還有那個 就是它就是 這些是它的注入項 然後就是當我們去 去Create 就是我們 當我們Start的時候 會去Create這個卡夫卡Server 然後會注入這麼多項 就是可能Request Channel Request Channel 其實就是使用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Context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能看說 它是不是ZK ZooKeeper或是REF之類的 然後還說 ReplicaManager ReplicaManager就是說 當我們Request送過來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說 這個Request是要用什麼方式去處理 那處理的方式很常就是在資料的部分 會使用ReplicaManager這個部分 然後GroupCoordinator的話 就是我們當可能ConsumerGroup的時候 會需要它的處理這樣子 還有接下來的話 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 比較常見的一些狀態部分 然後它在全部起就是Initial的時候 它會把DataPlanRequest的Processor 複值 就是它等於說會附給這個值 這個值就是卡夫卡 平常在我們處理MQ的時候 會用的DataPlan的部分 好 然後它的這些請求 我們剛剛講完了 它的Server設定是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就是看說 那是什麼東西來去Handle 就是它送出的請求呢 它其實卡夫卡本身在 就是處理Request的部分 是用NIO的部分 平錯了 沒關係 它這邊是Aceptor 就是NIOAceptor 就是用Selector的方式做 它其實背後底層的話 去看Code的話 也是用EPO的方式去實作的 然後 就是 它是一個RingBuffer 然後用DMA的那個方式 然後去寫網卡 然後就是不用 簡單來說 就是不用再去用CPU去Copy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去看說 前面都是Initial的部分 那實際上 Kafka在起來的時候 它去Hand 它是去 所有的那些API的Request 它會去做一個Pool 去Handle 就是它們其實 處理Request的是一個Pool 然後後面那個 就是 處理的時候是一個Pool 然後接受的時候又是一個Pool 這樣子 好 然後它在發送Request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Callback 然後就去判斷說 就是 這個Request進來之後 然後它會有一個Callback去處理 這個方式 然後呢 就是 它其實在 在 送DelayOperation 就是它 它在送這些Request的時候 它會被加到一個DelayOperation的 Cue裡面 然後我們會去看這個Watch List 然後去看說 這些請求 是不是有被處理 那如果沒有被 那如果說 有在 就是 時間內 處理完的話 然後就是 會 就是 可以直接處理 那如果說 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那它就是 會 報Aaron 然後就可能再 重新要進來 重新進來 好 然後 最後的話 就是 先講完 大概的流程 然後最後的話 我就是想說 先想一下 思考一下 一些問題 就是 雖然我沒有說 真的把Cafca的Broker 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的熟 但是至少說 把一些抽象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 重點 然後想出來 然後現在是小反思就是說 那為什麼很多MQ 多半是用Java實作了呢? 然後如果我們用Golan 或Rus的重寫成本 又是如何? 和Migration的成本 或優勢 然後我這邊的想法是說 如果說 像MQ的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 像Java 它的很多 成熟的 之前 之前的Cafca 在剛開始寫的時候 它的其實成熟套件很多 然後它的 那如果我們用Golan 和Rus的重寫的話 其實省下也只是 是Memory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 網路Io的部分 或Concurrency的部分 其實 其實Cafca已經用了很多 很好的System code去處理 所以其實 重寫的B 應該說是 如果有人真的要考慮 重寫一些MQ 為什麼會 為什麼現在還是大部分的人 都用Cafca的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它已經做得很好了 在這部分來說 然後 而且 其實在 就是它的 Broker的Source code 就是 Scala的 Scala的 那個code 其實它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抽象的話 其實還蠻高的 然後所以 如果說用 譬如說像 Golan的話 那可能就是 抽一些interface 那可能Pool可以共用 應該說 我們Pool可以做interface 可是 如果要用 要直接套用在 Cafca本身 這個邏輯上的話 其實 我自己感覺是 它會變得 扣會比較醜的 所以其實 Scala 就是Cafca Broker 本身做的Code 是雖然很複雜 但是其實 相對來說 是蠻 我個人是覺得蠻漂亮的 好 然後這邊是我的參考資料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簡報 然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問 我盡量回答 哪一版 我是用3.4.0 對 有KREF 但是我這邊是主要是 針對ZooKeeper的Code 去做處理 你自己做的去做分析 對 對對對 因為它其實 我剛剛在 比如說剛剛的CodeBag的時候 它其實才會去 把資料送到ZooKeeper裡面去 或者說它的那個 ReplotManager的時候 它會去 它在 它在做一些處理的時候 它會去 那個 ZooKeeper去取狀態出來 對對對 是這樣子的 對對對 是這樣子 是 是 對對對 對 哦 它其實是 我想一下 它的Broker的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 會針對Broker看 是因為說 它是 等於說 Server端的Code 是一樣的 但是Client端的Code 是重寫的 沒錯 它是用Code 用Code 重寫的 對 對 對對對 我們公司有用兩套 一套是Confluent 一套是Srama 嗯 其實 我們用起來的話 是沒有特別的差異 但是Confluent的效能 就是我們譬如說 因為我們是交易所 我們在處理 那個交易的主流程 都是用Confluent的部分 去實作的 嗯 目前的話沒有 但是就是可能 在一些Error Handle的部分 就是 嗯 就是 實作的話 我們 我們那邊會比較詳細一點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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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vca command 哦 就是 ơ kovca creative command eles 五個 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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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那些command去送的時候都是去送給那個APIS裡面的那些,就是,譬如說request之類的 然後後面就是交給那個reparmanager去做這些處理 問題喔,因為其實我們在說那個embedded timestamp的時候,然後他其實是有log去顯示出來,然後我們就是拿那個log去反查一下他的那個code是在哪邊 然後他實在是在replicamanager裡面在處理request的時候,然後遇到的那個狀況 對,對,對,對 對,對,對 那,假後面變成的狀況,可以去看,他會是官方的APIS裡面的狀況嗎? 那,還是大家一起去看嗎? 喔,其實這樣這邊的話可以去,就是,很多人有整理,就是,官方沒有架構圖,但是其實很多網路上的話,譬如說你打卡不卡,broker的 呃,圓碼分析之類的話,那可能就有很多類似的分析 然後我個人的話是很推薦,就是,嗯... 這個,就是,卡不卡與核心圓碼解讀的部分,對 然後還有一些專欄,就是,可能,嗯...主要,因為可能,大陸那邊Java比較紅,那他們那邊,不管說知乎、覺醒那邊的文章,其實分析都還蠻蠻好的,對 不會 不會,感謝 謝謝 可是因為我們說的時候,他有做一些在跟他們探討證的時候在做一些動作組織 你們在使用這種搭配什麼,把可做監控的出來協助這個方式的問題? 喔,了解,就是如果要排除問題的話,其實CAMPA本身就有很多的metrics,可以去監控它 或者是說你們要去看說它是哪一個function,哪一個流程遇到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J-Control或J-State去它的broker點 就J-Control去點它的broker,然後去看說那個memory有沒有問題 對對對,或是說 嗯,就想一下,所以你們有接那個廣發哪,還是目前? 嗯,有考慮一下,還有找一個錯誤,然後再找一個方式 上手工具,監控,監控的話我們公司是用Profana,就是直接打它的metrics 對啊,因為它的metrics其實還蠻完整的,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還有那個JVM Exporter,可以去找它的那個方式 對,嗯,不會不會 好,那由於時間關係,我們謝謝Howard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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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